世上没有货毁药,绿卡却有601,本文通过I-601豁免申请来取得绿卡,包括通过I-485和移民签证途径,批准的相关信息,需要的文件和手续,以及注意事项。 美国移民法规定,有下列情况,往往不能取得绿卡,包括一些传染性疾病,严重的犯罪记录,在移民申请中弄虚作假,帮助他人偷渡,曾经被递解出境,或者因为曾经较长时间黑在美国,而受到三年或者十年不得入境的限制,以及党员身份。 然而,同时,移民法又规定,对于很多有这类情况的绿卡申请人,如果他们有近亲是美国公民,或者绿卡持有人,他们还可以考虑申请I-601豁免。 这给很多绿卡申请人,提供了又一次机会。利用这种I-601豁免机会的人还是很多的,而且批准率也不低。 我们新为民律师事务所www.nwmlaw.com为很多客户成功取得了I-601豁免批准。 根据美国移民局和美国移民律师协会此前提供的信息,从2010财政年度到2015财政年度中断,一共5年零4个月的时间,移民局处理了64,826份I-601申请。 其中有79.6%的申请获得批准。 另外,还有很多人申请I-601豁免,适用于曾经非法居留,或者非法入境,又要离开美国出境去参加在美国驻外使领馆的移民签证面试的人,以及I-212豁免,适用于曾经被递解出境的人。 下面,我们重点讨论一下,因为曾经是党员而提交I-601申请的情况,需要的条件、材料和申请注意事项。 其他类型的I-601需要的文件和流程与此类似。 我们曾经为多位党员申请人,包括美国公民的父母、配偶,和绿卡持有人的配偶,提交过这类I-601豁免,并且顺利获得批准。 目前,移民官和签证官在处理绿卡申请时,包括I-485和广州领事馆移民签证。 根据申请人的背景情况,比以前更多要求申请人提交I-601来overcome RFE NOID Visa Denial I-485 Denial,申请人也可以自己预先提交I-601, 比如和I-485同时提交,或者在办理移民签证前,就从中国提交,以便节省时间,有利于申请顺利获批。 I-601的申请条件,首先,绿卡申请人,不管是在美国境内办理I-485还是在广州美领馆,办理移民签证,需要有美国亲属。 如果绿卡申请人的父母之一,或者配偶,或者子女,或者兄弟姐妹是美国公民,或者父母之一或配偶有美国绿卡,那么就可以。 这里的美国亲属包括在美国出生的幼年子女,网上有传言说必须要是成年子女才可以,没有这回事。 如果是办理K-1签证,那么,未婚夫未婚妻是美国公民,也可以符合I-601豁免,对美国亲属的基本要求。 批准I-601豁免可以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,比如避免申请人和家属遇到生活上的困难,可以是为了家庭团聚目的,to as a family unity,或者在其他方面符合公众利益。 Otherwise, in the public interest,如果申请人不是对美国安全威胁的话,注意,一些类型的I-601豁免申请,要求申请人证明,如果他不能获得美国绿卡,要被迫离开美国的话,会对他在美国的亲属,造成极端困难,extreme hardship。 但是,这一条对于党员的I-601豁免申请来说,并不需要。相应的,党员的I-601豁免,可以比其他类型的更加容易批准一些。 那么,需要什么样的申请材料呢? 当然需要填表,缴费,对于I-601豁免申请,美国移民局的官费目前是930美元。 此外,申请人一般还需要提供一个Statement,解释前因后果,当时的情况,个人目前的状况,为什么不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,为什么I-601豁免申请应当批准。 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,还可以考虑提交来自其他人,一般需要身在美国的证明性,等等。 有利于I-601豁免申请,批准的因素包括,绿卡申请人与在美国的家庭成员、亲属联系静密,或者有其他财产、商务联系。 如果绿卡申请人不能定居美国,会给申请人个人和在美国的亲属造成困难。 申请人在美国已经居住过较长时间,在美国的亲属有疾病需要申请人陪伴或照顾。 申请人没有犯罪记录,或者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。 有社区服务或者其他表明良好道德的行为,申请人能够表明不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。 这里考虑的因素包括间谍活动、恐怖主义、颠覆政府、公共安全、包括犯罪记录。 对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的威胁,对选举的威胁,对公共健康的威胁。 此外,I-601申请人还可以提供美国亲属的更多情况,作为辅助证据。 I-601表格需要提供的信息,第一部分是个人的姓名、地址、出生日期,以及这个I-601豁免申请,与哪些已经提交了的申请相关。 第二部分是此前出入境美国的历史。 第三部分是个人的身高体重等信息。 第四部分申请I-601豁免的原因,以及对应的statement,可以用令纸详细书写。 这是比较关键的部分。 第五部分是美国亲属的情况,姓名、住址、联系方式、亲属关系。 第六部分是在美国的其他亲属。 如果有的情况,接下来是申请人保证填写内容正确无误,并签名。 601豁免申请虽然批准率比较高,但是并非提交以后就可以自动批准,或者在美国有尽情就一定会批准。 对这个申请的审批还要看移民局的discretion,要看申请材料是否完备并且有说服力。 如果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前后冲突过于简单,或者有没有足够证据支持,就有可能造成申请被拒。 我们新卫名律所的YouTube频道上面,就讲解过一个移民局公布的这类党员,办理I-601在面谈以后被拒案例,申请人可以相应了解并吸取教训。 我们帮助上千位中国申请人,取得了I-485和移民签证批准,包括从头开始准备的,和再收到RFV,NOID,比如因为身份空档问题,违法问题,未经许可工作问题,过去的党员身份问题,体检问题,出身公正,结婚公正,亲属关系证明。 在美国境外包括中国驻,其他国家使馆注册结婚,是否被承认,被捕记录,雇佣关系证明,文件缺失等等,或者申请被拒以后联系我们的,包括在提交Motion以后获得批准的。 我们的服务除了为申请人准备各类表格,这些表格的版本时常更新,还会检查和增补申请材料,在Cover Letter,解释申请人的背景和一些特殊情况,解答申请人的各种问题。 以及回复来自移民局的RFENOID,要求补充材料和解释问题的通知,并且在面试前帮助准备。 更多信息请参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其他文章和视频录音,以及我们YouTube频道的视频内容,可以发信到info at nwmlaw.com,联系我们。